大家好,我是Dan 昨天因为所属公司突然宣布的小女友们消息 让我们大家都非常惊讶 而大部分的粉丝们都是表示 突然,突然,真的太突然了 然后在昨天,更是有位韩国网友整理了 所属公司宣布要在去国全员不续约 之前24小时的泰滥之后 让更多的粉丝们觉得非常傻眼 首先,一个团体一般正常的解散过程是 在合约到期一两个月之前 就会有新闻报道续约进行的怎么怎么样的消息 而就算续约失败了 也会发表最后一个单曲或者是分送 但是业家庆口却在合约到期四天前 突然通知了全员不续约的消息 然后在公司宣布全员不续约的20小时前 官方也有上传小女友们的YouTube影片 15小时前,有上传小女友们的团体照片 9个小时前,我们机也打开了直播 与粉丝们互动了两个多小时 而队长索文也在粉丝论坛的 我们永远永远一起幸福吧的天文留言 那当然,我们一直都会在一起的 之后没多久,官方就上传了全员不续约的消息 在这里更让粉丝们傻眼的是 原本预计在昨天上传的YouTube影片 Never Post等两个行程 在官方发表之后也都取消了 最后还有一个傻眼的地方就是 媒体最初报道全员不续约的消息是在11点46分 而SOSMIC却是在5分钟后的11点51分 在官方上传了公告 这对粉丝们真的是太不应该了 真的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太荒唐了 就算是事先有讨论过的合约结束 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吧 难道是续约在最后关头失败了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长时间没有活动的话 粉丝们也能有个心理准备 但是就在前几天也有跑行程 甚至还有预计好的行程 突然这样说解散的话 粉丝们一定会胡思乱想的 是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当中 最突然的爱斗解散 不过就在前一天 YouTube在粉丝论坛上传了一张 2015年1月15号出道前一天 自己写下的日记照片 所以也有网友们表示 这应该就是在暗示的吧 是暗示 车员们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不管怎么样 就像很多粉丝们的留言 发表的时候说的不是解散 而是合约盗窃 所以会不会是一起办到别的地方呢? 这个留言一样 真的希望成员们能一起办到新的公司 继续以姚家庆古站在舞台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惊人的消息 从Taladala Ici Wannabe Nashian 一集一直都没有做过后续曲的打歌活动 但是这次 除了主打歌把片音的模拟活动之外 从5月21号开始 将会进行Sorry Not Sorry的打歌活动 Ahhhh Sorry Not Sorry一听就觉得非常喜欢 既然用这首歌活动 真的太好了 JYP终于清醒了 哇 服装真的太潇洒了 是女生都觉得心动 MAKE IT MAKE IT TALK DARA HAPPY 这是什么嘰 什么嘰 D equal 啊